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努力自建 莫悠悠 后年复觉一死修 若我大臣的坚信 前功合掌之心求 努力自建 莫悠悠 我们要建复心 要得智慧 要得解脱 要开悟 这都是要靠努力的 不是说不努力就能够得到的 为了想要建佛性 开悟的智慧 必须要努力 努力以后 你才能够达到目的 努力什么 努力来看自己 这个地方自建 是自己检查自己 自己审查自己 自己啊 监督自己 自己建什么 建自己的烦恼 建自己的呀 种种的心结 如果自己建到了 那就是开悟 如果建得很透彻 就能够啊 不起烦恼 那得解脱 所以 如果不要当儿戏咯 你不要 当开玩笑 我们 要非常的认真的 努力 这个悠悠两个字呢 就是啊 轻和 当儿戏 开玩笑 的意思 有一些人呢 把悠悠 当作 自在 把悠悠 当作 解脱 因为 自己懒散 自己啊 懈怠 自己呢 没有想 做什么 东晃晃 西荡荡 东寥寥天 西 谈谈啊 地 东南西北 上下古今 都好像啊 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谈了之后呢 都是谈了人家的事 他自己 好像就没有事 这种人 就是叫做悠悠的反复 看起来 他很聪明 他很懂得 很逍遥 很清高 但是呢 他自己 专门看人 看人眼 看时间 而自己啊 没有努力 这个叫做 悠悠的反复 他们怎么样呢 两个手 这个样子 哼 这些人啊 真是 糟糕 哼 那些人啊 真是 不像话 你看这些人啊 问题那么多 哇 那些人呢 真是好笨哦 他自己呢 哼 我没有事哦 你们这些家伙 自己不知道解决问题 你们这些家伙 自己不知道 要怎么 他好像是 样样都知道 就是 嘴巴说闲话 游手好闲 还有呢 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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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观 这种人 是叫悠悠的 什么 反复 你们是不是这种人啊 有一次啊 我看到这么一个悠悠反复 他看到一群小孩子啊 很脏 很吵 他就在那边 站在旁边就 骂了 哪一些 不知道是谁 生的孩子 生的孩子又不管 弄成这个样子 我说 这些孩子啊 没有人管 你现在没有事 你们能不能够帮忙 帮忙这些孩子 帮你帮忙 这又不是我生的 还有 我要碰这些小孩子 不是把我自己碰脏了吗 那我说 你又怕碰脏 你又说他们不好 孩子不懂事 说是啊 孩子不懂事 为什么要生啊 我说 你一小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人就是这个样子 看不惯 看不顺眼 最近呢 我也遇到一个人 他这个意见很多 他这个事情要这样子办 那个事情要这样子办 哪一个人应该怎么处理 这一部分应该如何如何的才好 我说很好 我说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他就告诉我 要我告诉你的话 师父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究竟是叫我做呢 还是你去做 他说师父你下个命令就好了 我说下个命令啊 我下个命令 他们不懂 他们也没办法做怎么办 后来我跟他讲 我说问题不是那么单纯的 一定在什么层次 是做什么样的事 什么地位 他懂得什么样的事 你说叫我下命令 我不懂 我就说出来就是乱讲 所以只有谁在做的 谁在计划的 计划的人 一定是这行的人最好 他讲了以后 他说师父啊 你根本没有诚意啊 说我没有诚意 只是见他中意 我说不是 你的想法是对的 因为你的看法也是对的 最好是你自己去做 那是最可靠的 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层次 层面不一样 他的听到的 想到的和做出来的 就是跟你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人眼旁观啊 眼高 手低 那是最糟糕 那是叫悠悠的凡夫 眼高 手低 是悠悠凡夫 这个悠悠两个字 就是 认为自己很清楚 但是 因为自己没有问题 可是呢 他 就带人家有问题 本来 他这个 最初的形容是什么 这个 你们有没有看到旗啊 这个 我们这个 过旗在空中 在飘扬 看到吗 这样子 这个 有的是个微风吹的那个旗啊 这样子呢 这样子的什么 风光风景啊 都看到过 这个叫做 悠悠然 叫做 这个看起来 他好像是 没有事啊 如果 这个样子的话 就不是悠悠啊 他是很急了 就是在里面呢 有事 没有事 感觉到 非常的自在 清闲 这样子 这个叫悠悠 我们这个地方呢 讲悠悠的意思啊 是指的 懈怠人 懒人 致命清高的人 是这种 如果 这个非常积极的 这种强人型的 这霸王型的 那不叫悠悠 这个叫做 莽夫 莽夫也是凡夫 这个莽夫呢 跟这个悠悠的凡夫啊 是相对的 两边呢 这个都是凡夫啊 一个是满夫 一个是悠悠的凡夫 那么这个地方因为 他是指的 出家人啊 在家人 可能 只有啊 没有家小的 什么也没有的人 可能家里面 还有一点点 还有一点点 小钱的人 或者是有一点钱的人呢 是这样子懒人 出家人 很容易变成这样子 为什么呢 我 没事啊 没有 没有负担 什么也没有负担 我的土地 也有好机会啊 是这样子 师父 你不要教我做 我什么也不要做 最好教我 什么事情也不要教我 我说你做什么 我拜拜佛 我一张很重 我专门拜佛 我专门打坐 我心不安定 我专门打坐 我一张很重 我专门拜佛 这个叫做什么凡夫啊 悠悠凡夫 他希望心中啊 无事 希望什么事情也没有 就是出家人 容易变成悠悠凡夫 那在家人呢 还不简单的 那有时候好闲的呀 打开他的家里的父母有钱 或者是那个小流氓 这现在就不要标策 标策足的那一些小孩子 去抢 去偷 去打 去杀 弄得钱来啊 就做悠悠凡夫 还有 悠悠的凡夫 另外有一种意思啊 请问这位悠久历史的悠 是不是这个悠啊 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是不是做过圣人啊 没有 如果我们呢 不努力好好修行的话 我们一直做凡夫 要做下去了 如果我们的信念不回头的话 我们的观念不回头 我们的这个 性格不回头 我们的修行呢 不努力的话 是一直就这个样子下去了 一生 叫做蹉跎什么 蹉跎碎余 一生就过去了 下一生 是不是做人不知道 反正悠悠一生还会过去 悠悠一生又过去 悠悠悠悠 非常悠悠的过去 一直又到什么时候去啊 无穷无尽的世界呢 在生死的苦海之中 永远就不回头了 回头的机会很少了 这个叫做什么 悠悠什么 悠悠的反复 也就是说 至今没有一种悲怨心 没有一种 这个向上求道的心 修道的心 没有一种 希望解脱生死 出离苦海的心 那这种人都叫做什么 悠悠反复 下边另外一句 后念 后觉一时修 这个地方就是指出 什么叫做蹲悟的法门 禅法怎么能够使我们蹲悟 前念密 后念生 前念密 后念才生 如果前念密 后念不生 不生以后 会不会有密 既不生 结就不密 所以 前念密了 后念不起 那 是不是还有生呢 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就马上 亲自 正悟到不生 不密 对警戒 那叫做开悟 那叫做 见到 或者是正到 这个 后念觉的觉 也就是后念不齐的意思 后念不齐的意思是什么 很多人不了解的 很多人认为呢 从此以后 都头脑里边没有念头了 从此以后 这个人也就不会思想了 也不会讲话了 那就叫泥盘了 泥盘了就是死了 死了就没有死了 这个叫做后念觉 一生修 就从此以后 就死掉了 就没有了 这样对不对啊 这样对吗 我想一定不对 我们知道六都会能大师 开悟以后 他的后念已经是绝的 那这是开悟 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 我们一定相信 他的前年 后年就没有起 那他成佛以后 还说法了 说的四十多年了 度众生度了四十多年了 看到弟子们翻了戒 他一样的要指责 要说 要叫戒 看到罗后罗做错了事 他也会训练 他 他并没有死掉 嘴巴也会讲话 眼睛也会看到 头脑里的照样 在动头脑 那算不算是 前年 不齐 后年不生呢 大家可能不打清楚了 这个后年 或前年 是指的什么 是指的 我的执着性 我的烦恼性 自我的判断 自我的执着 自我的主观的 这个很在乎的自我性 也可以说 凡是能够引起我们呢 喜怒哀乐 贪嗔痴慢 怀疑不幸 等等的 心理作用的 统统是念 这就是什么念 我的念 如果能够跟这些烦恼心的现象 隔离 放下 而心中自自然然的 以慈悲 以智慧 以平等的慈悲 以无我的智慧 来应用众生的需求 而给予啊 随缘随机的 说法 这不叫做后念起 各位听懂吗 要不然的话 连释迦牟尼佛都不是不生不灭 而是有生有灭了 如果能够啊 忽然间啊 把后念的执着性呢 断掉的话 你这一生之中 就在这一念之间呢 你的一生之中的问题 全部解决 也可以说 你在这一生之中啊 就把全部的 无时以来的所有的 种种的问题 全部都解决了 这个多好啊 前天呢 有一个医生 来跟我谈话 就是谈到 这个执着的问题 他说我们做医生的人呢 非常的执着的 他说不执着是不行的 我说 你执着可能有问题哦 你执着可能把病人呢 证断错误啊 他说不会啊 他说我 我有专业的知识判断 一定要这样做 我不这样子做的话 这个人跟我建议 哪一个人给我建议 那我这个病人 我就没有办法救了 他说 是不是 我做医生的也不要执着 那我就不要看病了 这个问题问得对不对啊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这个大概是 只有一个人的医生的医院哦 大医院里头 遇到大的病情 大的问题的时候 要许多什么 心脏科的也来 麻醉科的也来 还有什么各种各种的科的 凡是相关的什么神经科的也来 大家来做会诊 会诊开会之后 确定应该怎么样的执行 这会议上通过 是能够执行 我说是不是这样做 他说是啊 但是我要坚持的 我还是坚持啊 我说那还要开会吗 那全部就你一个人讲究好了 不需要开会了 要怎么样 还是听大家的意见的 会诊就是要希望啊 能够得到大家的意见 大家 这人共贪 所以我也常常 学这个方法 对我的徒弟 发生问题了 我请他们来 问他们怎么办 他们大家有意见 说这样怎么办 我说好 那样怎么办 什么好 我说那 结果是你们大家的意见咯 他说是 我说好 那你们去做 哎 我又没事了 你们知道吗 就这样一个师傅是好师傅吗 如果真正是这样子 这就好好玩了 我还有我这个原则的 我掌握原则 我对技巧方面的 程序方面的 我不太管 不管技巧的 程序的 大家共同的来商量 但是原则是我掌握的 这是基本的方向 原则是我掌握的 要不然我们这个 这个道场完了呢 就是这个人说想东开 那个人说想西开 哇 这个 我们这次传 结果怎么样 怎么样 成掉了 所以原则性的 那不是我见 不是我知 不是执着 这个一定要弄清楚 原则性的不是执着 原则性是 就是一个大方针 大方向 比如说 我们讲慈悲 这样慈悲嘛 杀几个人 没有关系呀 我杀到人 你慈悲我一下嘛 这个行吗 慈悲是没有错的 但是杀人是不行的嘛 很难呢 什么叫做我这 什么叫做啊 把我这放下 不容易了解 除非已经放下 我这的人 才能够确定 什么叫做我这 或者是不是 如果没有真正开了物的人呢 第一 很难了解 什么叫做放下了我 这执着啊 不过呢 我们多尊重其他的人呢 而提供自己的智慧 我们关怀 我们关怀所有的人 尊重所有的人 关怀的时候 就要用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自己的智能 技能 来关怀人 同时 我们的智慧 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其他的人 这个样子的话 打开 我应该跟这个原则 不相违背 否则的话 可能呢 就是我这 因为 因为 就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坚持自己的立场 而没有同情 谅解 和 衡量 体量 其他人的立场 和层次 这个 就不够慈悲了 也就不够智慧了 那个叫做什么呢 执着 下面 我们看 若无大圣的见性 全功 合掌 知心求 这两句话很简单 前面所讲的话 到这里就说了 目的 前面所讲的 就是希望我们 能够 开悟大圣的 佛法 而 见到 自尽 清净的 福音 因此 如果真正 达到这个目的的人 你要 非常 虔诚 恭敬 的 合掌 而还没有得到的 希望要得到的人 你也应该呢 前程 恭敬 合掌 做什么 要求法 求这个 灯物的法 已经得到了的人 我们呢 还要继续的 来 努力 没有得到的人 没有得到的人 当然 更需要 不断的努力 为什么 因为 物件了大圣 的 佛法的人 并不等于成了佛 虽然 虽然自己的 心呢 已经 见到了 清净的 福音了 可是 福德还不够 智慧 还是不够 还是要 一心一意地 来 求 求什么 求 福法 本来 大赤大悟以后的人 不需要求 那么还没有 大赤大悟的人 在谭经来讲 是 要求的 最高的福法 不需求 也无所求 有所求 并不是 最高的 福法 可是 我们不要 好高无援 自己 还是一个 悠悠的凡夫 就要说 福法是 不需要求的 那是颠倒 所以 中国的禅宗 很多地方 让许多人 误会 而 害了很多的人 一学禅 就是 护福 骂主 福来福展 磨来磨展 扫除 一切地 执着 结果 被因果 善恶 福法 与 四法 统统 扫得 干干净净 其实 这种人 就是在 四法之中 是在 愚痴 无名的 烦恼之中 二 还说 不需要求 这是 真可怜 所以 讲到这一句 我们 要非常地 重视 修学禅法的人 要对于 三宝 对于 老师 要 恭敬 供养 要无条件地 奉献 无条件地 来努力 照着去修行 否则的话 大概 永远是 眼高手低的 悠悠繁复 致命清高的 悠悠繁复 下边 就要 结束 这一章的 内容了 各位看到 诗言 善知识 总须 颂取 依此修行 言下 见信 谁去 五千里 如常 在 五边 依此 言下 不悟 即对面 千里 何情 远来 尊重 好趣 这是 谁讲的呢 是六祖 大师 讲的 下边 一众 文法 弥补 开悟 欢喜 奉行 大家 这个时候 听到了 慧能大师 说了 说了 如上的 法之后 没有一个人 没有开悟 开悟以后 大家都 喜欢 照着去做 在 在 夫的时候 爷爷 曾经呢 有这样的 这个告诫 就是 有弟子啊 从千里迢迢迢的 去 到 福的前面 要求法 但是 佛就 讲了 如果你 你 就是来 见我一面 而没有 用我的 福法 去 实践 的话 虽然 见我一面 你还 等于呀 跟我 距离的 有千里之缘 如果你 能够 照着 我的 法 去 做 去修 去行 虽然 你是跟我 距离 千里 以外 还是 等于是 跟着 我的旁边 在修行 这是在 佛的时候 曾经这样 讲过 那么在 现在 慧能大师 六度谈经之中 也有这样的 文字出现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 这样有 佛法 就不需要 见佛 还有第二个呢 这个地方 所有听 到 六度谈经的 那些 听众 全部都 开了屋了 好欢喜的 这个 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 应该 相信 佛讲的话 和 六度大师 讲的 开始 都是正确的 可是 我曾经 遇到 有 好多位 那我 其中 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 弟子 归一之后 从来不见面 有一次 偶然的 机会 在 车站 车站上 遇到了 遇到了以后 他就给我 和掌 他说 师父 我也是你的弟子 我说 哦 我说 很少 你命很深 你什么时候 归一的 六年前 归一的 我说 那很久了 他说 是啊 那我说 怎么 命很深呢 好像很少看到 他说 是啊 我不以后 再也没有到农产师 我说 为什么 他说 佛说的 修行 就是 依法 不依人 只要修行法 就不需要 见师父 所以我就 不需要 见师父了 我说 那我就问 我说 那你六年之间 修的什么法 你知道 我的法是什么呢 你修行 是我讲的什么法 你修了呢 因为你是 我的规定子 这个我倒还没有考虑到 哦 这是 依法不依人 结果 法也不知道是什么 连师父的法也不知道 像这样子 就不需要 亲亲师父 对吗 我在美国 遇到 有一个美国人 问 我的弟子 他说 你 有多少年 比一啊 我的弟子说 怎么叫做 比一啊 就是说 你现在跟着 师父出家 什么时候 能够比一 就是完成了 你应该 学的东西 我这个弟子 摸摸头 他说 我不知道 后来就问我了 他说 师父啊 他问我什么时候 比一 怎么回答 我说 你到成佛为止 才比一 他就回去 就告诉那个美国人 我要到成佛为止 才比一 他说 什么时候成佛呢 那个美国人问呢 他说 我不知道 他说 那 那 那 这是没有道理的 那又这样子的 从此以后 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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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的时间了 请问 各位 我们 有没有说 法门无量 寺院学 既然是 法门无量 你怎么学得完呢 是学过完的 不过呢 说 跟着一个师父学 跟着一个师父学 大概会学完的 可是 很奇怪 师父跟徒弟之间 如果那个师父本身呢 他永远是在 进步的 弟子 多了 他自己也进步 水涨船高 水涨船高 结果水 永远是水 船 一样是船 就是怎么样子 他这个水 这个没有办法 盖过那个船 除非那个船什么 船翻掉 就洗悄悄了 那这个师父死了 那就没有什么好学 所以古代的 许多的 善知识 清净于为大德 到时为止 永远他是他的师父 所以 因为修复的人 有这种心态 有这种观念 所以当自己的师父 自己的清教师 远及的时候 是非常悲伤的 从此以后 没有人叫我了 没有人带我了 自己也失去了 一个意志了 有这种悲伤的 这种心情出现 所以渥南尊者 因为没有证渥罗汉 所以当佛 泥盘的时候 他就哭啊 好多人都在哭啊 因为 就觉得佛 已经远离我了 我怎么办 那除非你是 真的无路汉果 的大解脱 否则的话 心情中 沉重是正常的 为什么 就是 尊师而中道的原因 我这个地方讲到 说清静善知识 必须要清静 不要吓到 师父讲的 佛讲的 我从此以后 不要再见师父 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知识学问呢 是有劲的 老师不可能把 所谓的知识学问呢 比识 比弟子更好 但是心法 这佛法里面的心法呀 是没有办法 说 老师啊 一定 慢慢的慢慢的 老师的法就比弟子低了 那除非那个老师不进步 不修行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不是听到佛法 这个地方全部都开了屋了 我相信在六祖大师 当时的座下 多多少少 多已经有所悟 不过呢 悟有小悟 有大悟 小悟呢 就是我过去没有知道的 没有听到过的 现在我听到了 这是观念上的悟 一个呢 是实际上 心地上的悟 那么如果说 心地上的悟 就是大悟咯 观念上的悟 这是小小的悟 一个是 就是从知见 建立出正确的知见 算是悟的 那么 断烦恼 那 这是体验上的悟 这两种不一样 知见上的悟 比较容易的 从此以后 信心不会动摇了 这也叫做悟 那诸位菩萨们 今天听完这样的一些话 是不是也有悟了的呢 有吗 小悟 知见上的悟 应该有 但是烦恼 断烦恼的悟 大概很少 因为回去还会骂架 看到人还会讨厌 讲到这儿为止 你们应该也欢喜奉行 对不对 阿弥陀佛 谢谢您的 感谢 感谢观看